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電視廣播即是TVB 公佈了截至去年底的業績 TVB在去年的虧損進一步擴大到2億9500萬 而比較2018年的同期 他們是虧1億9900萬 換言之他們今年還虧了接近1億元 這個對於不少網民來說 當然就是喜喜揚揚 到底因什麼解救他們還虧了錢 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就是TVB將持有的聲美債券是撇帳 那裡的價值是3億3000萬 如果不計這個撇帳 其實TVB本來還有錄得3500萬元的純利 第二個原因就是 在去年的下半年 TVB的廣告收入 是暴跌了四成 這個當然就是 跟去年的反送中的運動有關 在TVB的那份業績報告當中 他們自己都提到 社會運動發生了以後 廣告銷售失去了增長動力 而市場環境導致廣告的預訂 出現了取消和延遲 令到公司在下半年的廣告收入急速下跌 廣告收入只剩7億7400萬元 按年下跌了四成 即是減少廣告收入 有5億1500萬元 TVB還特別提到 在暑假、中秋和迎接聖誕這三個主要傳統銷售旺季期間 電視廣告開支出現削減 當中的奶粉、貸款及按揭、護膚品及零售連鎖店等類別 還錄得了雙位數字的跌幅 這個除了跟反送中運動所引起的銷售市道疲弱有關以外 其實還要歸功於那班活躍在Facebook及連登的網民 因為他們一直都揭而不捨地在網路上 呼籲廣告商要跟TVB割蓆 因為他們看不過眼 TVB的新聞報 就好像淪為了特區政府的喉舌 變成了特區政府的官媒一樣 處處為特區政府的施政去補駕護航 這樣都未止 每次去報中美的矛盾及衝突的時候 往往會加入這句 說中國或者會成為最大贏家 你真是落足鞋子來刷鞋 所以使得很多網民都看不過眼 於是廣告商 很多都紛紛發表了聲明 就說不會再在你TVB的時候下廣告 於是你的廣告下半年跌足四成 這些完全是夠由自取的 不能夠把大環境的影響 因為你本身自己都是不思進取 本身就已經向政權跪下了 你那些節目怎樣良有不齊 我們都不去看了 沒所謂因為我都不看你的節目 但是你的新聞報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不去改善這個新聞報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能夠使得廣大的網民改觀 人家是會懂得選擇的 在現在這個網絡的世代 4G的世代 已經差不多有5G了 已經是本地的電訊商 推出5G的電訊套餐 三星的電話都已經支援5G了 快到無倫了 大家可以自由選擇 看Netflix又行 看YouTube又行 不用局限於再看你TVB 現在不再是1960年 不再是1970年 80年 不好意思 你的壟斷的年代已經過去了 你的黃金年代已經過去了 你TVB的新聞報一天不去改革 繼續來發佈那些偏頗的報導 一天都會繼續被市民唾棄 當然目前我們處身於這個非常時期 每晚大家開槍就看到 萬家燈火 每個人提早回家的樹 很多人就被迫打開電視機看你TVB 所以導致TVB的收市就出現了小陽春 回升了不少 但是這樣又有什麼作用呢 因為收市就不代表是錢 收市也要轉化得到成為廣告的收入 根據最新的調查顯示 原來因為近期處於這個非常時期 令到廣告市場含入極之低迷 情況比起03年更加嚴峻 在今年2月份的廣告開支 在香港來算 按年大跌了三成有多 2月份主要的類別廣告支出 亦都是大跌 不如說旅遊方面 跌了七成二 當然是會繼續跌 因為現在全球都不用去旅遊 全球各國都實施一些入境管制措施 去什麼旅遊 所以3月份一定會再跌 那些什麼Xpedia 不用再賣廣告 沒有意義 化妝及護膚用品跌了六成四 現在整天都回家 不用外出 化什麼妝 零售跌了四成八 這個當然 大家都不出街 大家都避免去一些人多密集的地方 避免去商場 寧願去行山 那些傻瓜 但是去少了商場 去少了行街 是事實 零售又下跌了 娛樂跌了五成一 珠寶手錶和名貴禮品跌了五成半 這些全部都是跟經濟下行有關 有個別的開支 上升了哪些廣告呢 例如遊戲機和興趣活動升了百分之四 這個就可以理解 因為大家都找在家的樹 怎樣都要找些世藝 所以目前 無論是任天堂那部Switch的遊戲機 或者是Sony的PS4 Pro 銷售額 都升了很多 甚至出現了炒價 因為大家都要買一部遊戲機在家玩一下 如果不是真的悶到抽筋 至於 健美食品和補充劑都升了百分之四 這個又可以理解 因為處於這個非常時期 大家都要勤一點補身 多了人買這些食品 就不奇怪 但是今年的媒體趨勢 跟03年相比 已經大為不同 目前投放在桌上電腦 移動裝置和社交媒體的廣告大增 相反 投放在電視的廣告有所下跌 這個當然是事實 大家無論現在上Facebook Instagram 一開個Apps 都有些廣告會彈出來 甚至乎在Whatsapp 有時候滾滾滾的對話 中間都會放廣告 那些全部都是錢 比如說投放在YouTube的廣告 都是錢 廣告商都不是傻 看到那裡多人看 他就在那裡下廣告 因此 網絡的速度越快 網絡的發展越為純熟 對於TVB的打擊就會越大 而且這個打擊是不可逆轉 是不能回頭 大家試想一下 在20年前 我們還未有智能電話的年代 大家上網就要回家 插個Modem 那時56K 最早就28.8K 插個電話線 拔了電話線 插到Modem 就要在BBbootboot的Modem上網 撈圖片出來 還要幾分鐘 現在根本就換了人間 大家看片都不是局限於看 高清 現在還要4K 所以我們遲些 就不是高清本土台 要與時並進 買多個新的攝像機 就要搞4K本土台 才行 現在TVB就已經失去了領導地位 所以他只能夠越來越低 而這個頹勢也不局限於電視台 就算是電台和報紙的傳統媒體 他們的遭遇都是一樣 只不過大家看到TVB這樣的景況 就大快人心 就是這樣 接著就想講講關於中國的工信部 今天他們的局長就走出來解話 向公眾解釋 到底為什麼某一些電訊商的用戶 突然間大跌了那麼多 因為這宗消息傳出以後 其實就引起了 很多人的猜測 到底是不是跟這個非常時期有關 為什麼用戶突然間減少了那麼多 他們有解釋 根據他們的了解以後 就初步分析出兩大原因 第一在這個非常時期的影響下 有部分全量用戶 就未能夠復工復產 社會的經濟活動需求減少 令到部分的臨時卡號碼 就被註銷了 第二 就是隨著內地提速 降費推進 部分的商卡用戶 因為不需要單獨的流量卡 而註銷了號碼 聽起來似乎都挺合理 但是也甚少就這些網上留言 走出來澄清 現在都頗負責任 信不信就由你 至於中國電訊的管理層就說 用戶下跌 受到多個因素影響 包括過農曆年 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用戶轉到5G等等 用戶轉到5G 有沒有那麼多人轉5G 現在都很少手機 用到5G 不過你說怎樣就怎樣 你說是就是了 哈哈哈 反正你的數據有多少成真 多少成假 都是不知道 反正你說是怎樣就怎樣 但是 你這個消息傳出了以後 有線這個財經的新聞台 有一個記者 在他的Facebook那裡 發布了這一則的消息 標題就寫著 7、8萬人去了哪裡呢 他的Hashtag就寫著 真相只有一個 洩露國家機密 於是這名的員工竟然在昨晚被人裁掉了 而相關的貼文也是被刪除 到底是什麼事呢 而且去到今天 這個友善助理總監兼財經資訊台的台長顏寶江 就向公司提出了辭職信 不過就遭到挽留 到底你是不是因為懼怕得罪米飯班主 中移動 因為中移動原來就跟友善 簽訂了一個諒解備忘錄 由對方旗下的公司 中移動香港出資 扣入友善電視的內容為期20年 到底是不是跟這個有關呢 原來那個是你的客戶 你是收緊他的錢 然後你旗下有一個記者 就在這個有善財經資訊台的Facebook那裡 發表了這一則 大逆不道 這麼政治不正確的貼文 於是你就解僱了他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就叫做違反傳媒的道德措手 不會吧 那麼小事 那就要解僱了嗎 警察也開始在Facebook那裡 請公關公司來幫他出貼文 他們自己都懂得出30萬Thanks 自嘲就可以了 原來講這個 客戶的消息就不行了 是不是這樣呢 你就讓人很多猜疑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